昨天呢搞了一个比较恶搞的啊 一个小视频 把好多朋友留言说是要买我做条领袋 啊我现在挂着了啊 昨天我把那个商的盖上啊 呃现在拍卖啊 底价一百万上不封顶啊 有没有人要赶紧出价啊 价高者得好吧 哎调侃我我 好不光调侃还调戏 你们太有像话了是吧 所以现在赶紧的啊 该出价出价 昨天那个留言那几位 我都把你们名字记在小本上了啊 呃你别你也别嫌贵 我这个已经穷风了 昨天晚上想买点那个 呃就是颈椎不舒服吗 想买一个那个按摩的啊 一登陆那个京东 才发现我的京东账户都被注销了 我太太牛逼了 好像啊我我买东西不花钱似的啊 反正也挺好也挺好啊 那个最起码省钱了 以后呢能减少很多败家的那个渠道 没地败家了 啊今天呢在国内啊 墙内啊还是那个关于中美谈判的一些视频啊 杨主任啊杨主任啊杨主任啊 那个各种伟大的时刻啊亮点啊 还在墙内啊大肆的流传 呃然后 呃其中有一段啊 就是那个杨主任啊 说了十几分钟吧 说完了之后 跟那喊着王部长在讲两句 王部长在补充两句 这个时候啊旁边那个小翻译啊 我觉得那个女孩啊叫什么来着啊 她她她简直就是不识实物 不懂事啊 根本就没在这个圈子里混过 你就别说是要揣摩啊 要会揣摩上意啊 揣摩上意 你察言观色 你听听人家的语气 赶了领导的话 您等会我翻译一下 你翻个屁啊你翻 用你了嫌你了 就他们你会英文是吗 你这你这不是卷领导面子吗 领导前边说的那些话啊 那十几分钟的 没有一句是需要你翻译的 让你翻译的时候 你再翻译 不让你翻译的时候 你他妈就当听不懂 懂吧 多几个恶心点事 挺好一点事 活活让你给干砸了啊 我先我先翻译一下 没有翻吗 其实这种事啊 我是非常理解的啊 之前那个 一中天老师在一次那个节目里边啊 说过一个 玩笑话啊 说过一个段子 说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逻辑 一种叫中国逻辑 另一种叫逻辑 对吧 按照这个逻辑啊 也可以再说一句啊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智慧 一种叫智慧 另外一种叫中国智慧 我选了挺像吧 其实之前咱们在那个 什么抖音啊 一些国内的视频啊 短视频平台吧 都看到过啊 有些 二逼中国人啊 二逼中国人 不论是在国内 见到外国友人 还是到国外旅游 总干那种特别 缺德败姓的事啊 就是 因为对方老外 不懂中文嘛 舔着一张笑脸 哎呀 扫你妈 哎呀 你是个傻逼吧 是这种 然后老外 可能说了一声 哦 谢谢 这逼就能乐的 乐的吗 牙花子都能看着 你知道吧 乐的三天三夜 睡不着觉 哎 感觉自己为国争光了 养我国威了 哎 就像这种人啊 或者这种行为 呃 我用最文明啊 最文明的一句话来说 那就是 无耻下三滥啊 无耻下三滥 所以 呃 其实这种人啊 都是被国内的一个 叫大环境 活活培养出来的 或者说叫 驯化出来的 咱们经常能看到啊 就是报纸啊 啊 新闻啊 上边说 啊 那个对美国啊 第453次警告啊 什么第几百次的忠告 第几百次的那个最后通牒 都是这种 这种东西 无论他写的多狠啊 写的多那个 就就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就要跟人家拼命的一个架势啊 可能啊 你你打我下试试 啊 这种 大家注意没有 都是简体中文 所以前段时间 我一直那个 在提一个概念 就是简体中文区 简体中文区 这是一个区域 然后简体中文区里边 只看简体中文的各种资讯的人呢 叫简体中文区 这个区呢 是驱虫的区 啊 长大了 孵化好了 也是刺 也顶天是个苍蝇 这种人就喜欢干这种事 啊 然后呢 他是完全符合 啊 一贯套路 这次去美国 人家说是简体中文啊 用中文普通话 嘭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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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那个谁听的 给那个啥 给简体中文区听的 听完这些话 只要简体中文区一高潮 简体中文区一亢分 然后那个上边满意了 就算完美的完成了任务 我找到一段啊 之前那个赵本山和崔永元演的一个小品啊 非常形象 也非常完美 就是诠释了什么叫中国制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说最狠的话 挨最毒的打 这件事其实也不是现在才有 特别是在外交上 对吧 大清国啊 从大清国道光年间开始 从道光老爷子把林泽徐派出去禁烟 那一天就陷入了这一个死循环 装最牛的逼 装最牛的逼 说最硬的话 挨最毒的打 循环往复 反正是 不爱打 不打疼 你看从那个望下条约 川鼻草约 一直到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 通州条约 新丑条约 还有那个爱魂条约 对吧 这一系列的东西 你给它归根结底梳理完了之后 你再整个看一下 整个看一下 它就是这一套逻辑 说最毒的话 说最毒的话 装最硬的逼 最毒的打 这个大前提 这个大前提 就是你说话装逼的时候 千万别让对方听懂了 所以这一次的外交事故 外交事故 罪魁祸首 就是那个翻译 就是那个翻译 我觉得这个小翻译 这一次之后 可能就要失业了 这辈子就没有什么机会 再当翻译了 以后呢 也就不要再学习英文了 那玩意儿没用 这些国内不一直在宣扬 说是要取消英文课嘛 取消英语课 可能就是对你这种人而言 这个翻译而言 学好了英语之后 还容易惹祸 明白吧